哈喽大家好呀我是甜妹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非自然死亡第六集不是朋友 这天法医美琴的同事小林去参加一场异性交流会 期间遇见了同在一个健身会所的胡子哥 他热情主动的邀请小林喝酒 小林很痛快的答应了 画面一转小林迷迷糊糊的从酒店床上醒来 发现躺在身边的胡子哥已经断了气 吓得小林连忙打电话叫来美琴 小林说昨晚胡子哥邀请自己喝酒之后的事情都记不得了 肯定是被他下了安眠药 但庆幸的是自己并没有受到侵犯 不过想想也是后怕 通过观察美琴发现死者是窒息而死 至于什么原因导致的窒息却不得而知 随后警方赶来调查 通过监控录像发现确实是胡子哥把昏迷的小林带到了酒店 他在实施犯罪之前突然窒息死亡 并且发现胡子哥之前也用同样的方法骗过两个女人 警方怀疑是这两个女人杀害胡子哥进行的报复 紧接着美琴和小林也发现 正要解剖的死者也是窒息而死 他和胡子哥是大学好友 同时也是小林在健身会所认识的会员 小林一直觉得死者很绅士 所以就叫他绅士哥吧 绅士哥的死亡原因也很奇怪 他是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亡的 并没有任何征兆 这时美琴发现绅士哥手臂和耳后都有红点斑痕 小林说这是在数据传感器的耳夹导致的 他们健身会所的会员都有 当然胡子哥也有 这个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心跳 血压和体温 并传输到中班智能手表上 用于健康管理 由此他们推测 只要找到终端上死者死亡时显示的数据 或许就能找到死亡的真正原因了 美琴从警方那里得知 胡子哥手臂上和耳后同样有红点 但警察却怀疑是小林毒害了他们 因为他是法医 精通毒理 真是有口难辨哪 为了给小林洗脱嫌疑 美琴必须先找到那个开发终端的人 才能获取两人死亡时的生命体制数据 美琴和小林伪装身份 找到了开发终端的大眼哥 很巧的是 大眼哥也是小林同一个健身会所的会员 大眼哥看到美琴长得那么漂亮 并没有怀疑他们的身份 当场答应给他们看一看后台数据 趁着大眼哥出去的空档 美琴立即把两名死者的生命体的数据偷拍了下来 通过数据发现他们都是在死前 三分钟心跳突然加快 出现了血压上升 导致了缺氧死亡 美琴怀疑死者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这时他突然想起 小林和大眼哥同样也是健身会所的会员 也拥有数据传感器 但他们的手臂和耳后都很干净 只有两个死者有红点 美琴怀疑这应该是受到传感器强烈的刺激所致 与此同时六郎得知警方正在调查一起高达四个亿的虚拟币诈骗案 胡子哥和绅士哥恰好就是诈骗团伙的成员 刚查到他们就死了 警方怀疑这是一起因分赃引起的金钱纠纷凶杀案 这件诈骗案团伙的成员还有死者的两个大学好友 大眼哥和飞行哥 紧接着警方从死者家属那里找来了传感器 经过检测中堂军发现死者的传感器被改造过 里面装有的电容器能释放出强力的电流 也就是说死者是因为触电而引起的窒息 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传感器 那么凶手就是制造这个传感器的大眼哥了 真相终于大白 原来大眼哥为了独吞诈骗而来的四个亿 想方设法将他们杀害 另一个同伙飞行哥并不知道胡子哥和绅士哥已经死了 还打电话给大眼哥索要赃款 可已经见前眼开的大眼哥怎么会同意呢 于是他先假装答应 另一边准备着用同样的方法杀害飞行哥 而此时的飞行哥在飞机场教学员开飞机 正要准备起飞时 大眼哥启动了电流 把他当场电晕 还好美琴来得及时 在紧要关头 扎掉了他的耳夹和手表 给他进行了急救 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同时他和大眼哥也被警方抓捕归案 案件就此终结 甜妹觉得看人不能只看表面 就像绅士哥他们一样 做的事情可不像表面看着 那么光鲜亮丽 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哦 陌生人的酒水可不能乱喝哦 关注甜妹 不要错过最新精彩